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香港喜剧片 《花飞满城春》 这部电影有几个小故事组成 今天我们说的是其中一个 水哥是一个特别扣门的财主 他不仅对自己扣门 对待家人也是极为吝啬 这导致他的妻子对他极为不满 转眼几十年过去 老汪的儿子们都已成家里业 但因为受到水哥的影响 他们极其贪财 而且整天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这天水哥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叫来了儿子们商量后事 看着不争气的儿子们 他再次教育几人 要想生活过的父 就要学会勤俭之家 当年他们吃饭就是吃饭 只有饭没有菜 每当吃饭的时候 就把咸菜吊在跟前看着下饭 水哥说 这叫妄媒止渴 儿子们却不以为业 一心只想等着水哥 赶紧宣布谁来继承遗产 无奈 水哥询问儿子们 等他死后 自己的丧事会怎么操办 为了争夺家产 大儿子说道 父亲苦了一辈子 这丧事一定会给他风光打赏 话没说完 水哥直接大骂老大败家 随后让老二回答 老二见大哥挨骂 于是话风一转 说 大哥太扑张浪费了 这丧事可以好好办 可以按照大哥的提议 费用统统减办 没想到 依旧被水哥冲骂一顿 老三看大哥二哥因此被骂 于是 记上心来 他告诉父亲 等他死后 不会为他花一分钱 这丧事也不必办了 他会利用父亲的尸体赚钱 水哥的眼睛顿时亮了 老三接着说道 等父亲死后 他就把父亲的尸体 用盐腌起来 风干后当腊肠脉 水哥听后 很是高兴 这总算有个靠谱的啦 这不用往外出 还能往里尽菜 这注意神得他心 在临死前 水哥把儿子们叫到跟前 主妇几人 在卖肉前 一定要去南城 不要去东城 东城的人都欠账 不给献钱 众人瞬间惊呆了 这是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 里面两人看着咸菜 妄媒止渴 让人啼笑皆非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小伙伴们有碰到过 这么抠门的人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花飞满城春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不呀 这个好像ל美酒 س幕 semina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